你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世界上许多国际边界中的一些特别有趣的景点 毕竟,它们只是政治实体或法律管辖区的无聊的老地理边界,对吗? 大多数情况下,是的,但有些边界有非常有趣的特点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严重古怪的边界 你应该在死前看到它们 十佛蒙特州德比县 这个位于佛蒙特州奥尔良县德比县镇的小村庄 可能看起来像其他的小镇社区 它有自己的便利店、公交线路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不寻常的 但是这个小镇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有趣一些 因为这里的人在技术上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 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好吧,恰如其分地命名为德比县 实际上同时横跨了加拿大和美国 因为官方边界直接从中间穿过,方便吧 并非如此 虽然这种奇怪的情况可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 关于我的家乡的有趣事实 但边境上的生活也伴随着他自己的一系列问题 据报道,这里的边境管制已经变得非常严格 德比县的居民必须随时携带他们的护照 试想一下,如果不介入一个不同的国家 就无法穿过街道 这个奇特的小镇还因哈斯科尔免费图书馆和歌剧院而闻名 它几乎50%在加拿大,50%在美国 是世界上唯一同时为两个国家服务的图书馆兼作歌剧院 你可以在美国坐着看加拿大舞台上的表演 虽然该建筑本身不能被正式用来越过边界 但游客仍应从该建筑出来 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 否则他们可能面临一些严重的罚款 就西北角 德比县的人们可能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 但如果你的家乡意外的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会怎样呢? 嗯,这正是发生在西北角的情况 明尼苏达州123平方英里的地区 在技术上会于加拿大领土的中间一触即发 这种奇怪的情况发生在1787年 当时巴黎条约决定哪些英国领土将归美国人所有 但用于这样做的地图 对于密西西比河的合法源头并不完全准确 这意味着明尼苏达州可怜的老西北角 最终被丢在了加拿大 大多数人放错了钥匙或钱包 但不小心放错了整个城镇 得了吧,伙计们 如今,一家名为吉姆角的小便利店 充当了该镇的官方边境管制站 居民在离开家乡 之前必须使用那里的视频电话 与加拿大大陆或美国的海关人员联系 当然这取决于他们要去的方向 如果这还不够复杂的话 据说西北角的孩子们 还面临着每天总共约三个小时的通勤 这涉及到每天通过边境管制的次数 这个奇怪的地缘政治反常现象 发生在荷兰的巴尔勒 拿早市和比利市的巴尔勒 赫托格市这两个小镇之间 在某些情况下 你可能在一个国家睡觉 在另一个国家准备早餐 让我解释一下 早在中世纪 小块土地被当地贵族家庭瓜分 但当比利时在1831年 宣布从荷兰独立时 这两个国家突然对究竟谁 拥有什么土地感到严重困惑 官方的国际边界 直到1995年才最终确定 至少可以说是一团糟 因为巴勒 拿损现在有近30块 被包围的土地或非地的所在地 反之亦然 因此这个过于复杂的边界创造了一个 只能被描述为一个巨大的俄罗斯娃娃 其中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中 白色的人行道标记指示 您在任何特定时间可能在哪个国家 通常将房屋 商店和街道分隔开来 尽管许多居民 现在拥有两个国家的双重国籍 但有些人 甚至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而移动他们的前门 这样他们就明显属于这个疯狂的 像迷宫一样的边界的一边 哇 试着把这句话说五遍 简单的说 Pananda Vesta Lagomero 是地中海西部的一个小岛 也是世界上最短边界的所在地 跨度只有90码 这一小块土地方便的 将西班牙和摩洛哥海岸分开 也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岩石堡垒的所在地 可以通过直升机进入 并由西班牙军队24小时严密监控 尽管西班牙人强烈地保护着这个堡垒 警告任何仕途接近的人 并自豪地在堡垒顶上竖起他们的国旗 但有点讽刺的是 边界本身只是由散落在沙地上的一根绳子标示出来 伍比尔 地瓦尔 我们已经看过 一些国家在混淆边界时 为谁拥有什么而争吵的例子 但如果两个国家一开始都不想要这块土地 会发生什么 好吧 这样一个可悲的例子确实存在 它被称为比尔 地瓦尔 一片800平方英里的无路沙漠 恰好位于埃及和苏丹之间的边界 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是在1902年英国重新划定 埃及和苏丹之间的原始边界时产生的 英国人在一次皇家错误中忘记了对可怜的比尔 地瓦尔的考虑 由于埃及和苏丹无法就其国际边界的正确版本达成一致意见 这块单独的沙地一直处于完全不确定状态 埃及声称它属于苏丹 反之亦然 基本上 比尔 地瓦尔在地理上就相当于运动日最后被选中的孩子 或者你父母贿赂你带出去玩的弟弟妹妹 但更疯狂的是 它作为世界上仅存的几块无主土地之一的独特地位 激发了一些急切的人试图自己征服它 比如这个人 它在2014年声称这块土地是送给它女儿的生日礼物 后来它宣布女儿是比尔 地瓦尔的第一个公主 如果这些例子还没有证明 当两个国家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相遇时 情况会变得足够复杂 那么让我们想一想把它加倍 我在这里说的是 官方称为四国点 基本上是地球上任何时候都能接触到四个不同领土的边界的点 人们相信实际上有几个这样的地方 但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 博斯瓦那 纳米比亚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四个国家的四边形边界 这些领土似乎在赞比西河的交汇处会合 不幸的是 现在更多的人认为 这个奇怪的四国分界线实际上可能是两个独立的三点 相距约100至150米 但四国分界线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概念 在世界各地 多个国家和省区之间有许多四分点的位置 在北美 这些地方更多的被称为四角 例如 在科罗拉多州 犹他州 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角落 你可以同时身处四个州 二 带奥米德岛 尽管它们可能很复杂 但我们的许多边界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将世界上的国家分开 并确保其中国家的坚定身份 但是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 创造一个分隔空间和时间本身的边界会怎么样 这听起来好像我现在对你说的是神秘博士 但事实上 有一条世界边界几乎就是这样做的 带奥米德群岛 一个你可以真正看到未来的地方 哦 位于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上有两个岛屿 大带奥米德岛正是属于俄罗斯 无人居住 小带奥米德岛是美国人的家 大约有146人 这片土地本身被一小段2.4英里 3.9公里的海洋隔开 但这些岛屿也恰好位于国际日期线的两侧 国际日期线正式划分了世界时区 因此 这两个岛屿之间总共有21个小时的时差 这意味着小带奥米德岛的居民可以在星期六早上9点起床 在大带奥米德岛看星期天早上6点的日出时 吃早餐 非常酷吧 如果有机会 你最想去哪个不寻常的边境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